不敬我的台灣 敵台灣 2024亞洲青棒錦標賽 將在922號登場 今年中華隊陣中 同樣有多位二刀六好手 包括接下亞青隊長任務的 張宥謙、曾偉哲等 至於去年 在U18世界盃頭打表現 都很亮眼的陳沐痕 則是因為手腕不適 這次會先從頭手身分出發 下南部的時候知道了 然後那時候因為沐痕手受傷 然後他沒有辦法野手也顧到 他只能顧到頭手 然後今天就講說 換我當 這樣我頭手野手都可以兩邊跑 就是都可以顧到 跟誰同隊很開心 沐痕啊 還有曾三吧 因為曾三是國小同學 我們最後一次當隊友是 國中的華南吧 最後一次 然後這次又同隊了 也很開心 沐痕就是 沐痕就是他什麼都很好啊 就可以去學習的 那個一個榜樣吧 你知道嗎 就是去看他 看他做的一些事情 比如說重量啊 就會跟著一起做 你知道嗎 同樣也非常欣賞陳沐痕的 還有來自英哥工商的曾偉哲 雖然兩人不曾同校 不過從國小到高中 都曾一起入選原隊 去年U18世界盃 兩人也一起為台灣拿下亞軍 今年將再度一同拼戰 因為他在自己的投球 跟打擊都很有一套 他就很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然後我現在很羨慕他的投球 他可以在場上很得心應手 然後很chill的享受投球上氣氛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會比較 怎麼講 我會想要做得更好 反而有點本末倒置 然後就是我覺得陳沐痕這樣子很享受 然後知道每一顆球怎麼投 很有自己的想法 是我現在在學習的東西 我都會平常都會跟他聊天 或是問他怎麼做到這些 長面話了 長面話 我是覺得長面話 沒有啦 我不知道 就是我覺得做好我自己 就是人家覺得我好 就會想要跟我一起做事 我也不會去強求人家幹嘛 就是我做我的 你覺得好你就跟我 你覺得不好你就點自己 就差不多這樣 你覺得打過上次高 哪都是主要的地方好嗎 就是更知道身體狀況 然後知道什麼時間點 該調到什麼狀況 然後知道自己在幹嘛 然後心態比較輕鬆一點 期待嗎 期待可以有好表現 投球啊 然後打擊的話 希望可以上場就好 就是教練會讓我上場就好 亞洲新棒錦標賽 台灣隊與韓國 巴基斯坦 泰國同在A組 首戰將在92號晚上6點半 在天母棒球場強碰韓國 歡迎大家踴躍進場 為台灣小將加油 我也需要健碩 我們走開 我們 costs最好 兩次 10月一 10月3日 10月1日 感谢观看